哈 包子 安徽馅料的大包子 早餐火就送来给我品尝的 尝一个 你说什么 安徽馅料的 雪菜的 尝一口 尝 娘 您都快我的包子 那我今天拿这个包子 包子去宋林 算是宋队了 宋女包子那个女人叫什么 这吃什么醋啊 杨素云 什么 你听说 是那个 澡堂捏脚的师父 她呢混进南澡堂 就是为了养家 而我呢 就愿意让她给我捏脚 为什么呢 女人的手肘软 捏起来特别舒服 哎呀 忘给她拿料了 你又不要脸吗你 是女人你就感兴趣是吧 你有病啊你 你连捏脚的师父的醋底都是 你是不是发神经病啊 别干什么 你看我给你买香水 我赚钱给你花 我还伺候你 我怎么了 我对你好不好啊 你干什么发神经病啊 就你对我好 那我对你不好吗 我对你不好吗 没良心的 你有没有良心的 有没有良心 没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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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苏云 走开了 苏云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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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娘 你没事吧 没事吧 别碰我 别碰我 你俩先别说 你俩先别说 你俩什么关系啊 你们俩疯女人 那谁是疯女人呐 你没事吧你 我告诉你 就算你对我好 你也不能欺负我娘 你懂吗 哎 你说什么 你刚刚说什么 她对你好 她怎么对你好了 哪呀 你们俩什么关系啊 啊 我们俩没关系啊 没关系啊 好你个杨素鱼 你给我走着瞧 哎 娘 娘 你生什么气啊你 没事没事没事 没事没事 苏手 谁让你欺负我娘 我现在脑子有点乱 你俩到底什么关系啊 什么什么关系 关你什么事 你杀她女儿啊 差不多 我杀她儿媳妇可以吗 告诉我 你以后别欺负我娘 你再欺负我娘 我跟你没完 你太坏了 娘 都疯了吧你们 娘 您怎么又不高兴了 哎呀 苏涵 你媳妇到底在外面 跟什么人交往 去过哪里 都干过些什么事 你知道吗 你管过吗 苏云又怎么了 怎么了 她今天竟然不知廉耻的 在别的男人家里 跟别的男人高高大大 不可能 什么不可能啊 这是我亲眼看到的 她不要脸 我们老堂家跟她一样 把脸都丢光了 起初 听到她在澡堂里 给那些男人捏脚搓脚 我就恶心得快要气死了 没想到 没想到她今天做得更过分 更丢人 您在说我呀 对不起 我是瞒着您去给人捏脚了 可是娘 我没有做什么不甘不敬的事 我清清白白的 真的 你还狡辩 你捏脚还不够 你今天送上门去 存心是要给树涵戴绿帽子 但 是 您别冤枉我 我 我给谁戴论帽子呀 苏云 到底什么事 跟娘说清楚就是了 我 我今天 是去罗伯糕家找罗伯糕了 但我去找罗伯糕 是因为我找她有事情 娘当时也在罗伯糕的家里 我是去谈生意的 跟你能相提并论吗 你是去干什么的 你是去送包子 你是去贴小白脸吧你 这罗伯糕是谁呀 你们两个怎么都去她家了 是这样的 我呢 跟几个朋友 委托这个姓糕的呢 去投资 谁想到最近获利不佳 我当然要去找这个人 问个究竟 那言谈之间 难免会有些争执吗 你这个媳妇 居然莫名其妙的 不分青红皂白的 就闯进来 把人家乱打一通 娘 我没有忘了 闭嘴 后来我才发现 她原来是 把自己亲手包的包子 给人家送过去 你说说 他们是 什么关系 你安带什么心 你自己跟舒涵讲清楚 舒涵 我去萝卜糕家 是因为萝卜糕帮我赚钱 我想感谢她 所以我就包了包子 给她送到家里去了 真的没什么 真的 你说什么 赚钱 他还帮你赚钱 是是是 娘 你说你清白 好啊 你给我说清楚 什么叫 你对我好 我亲耳听到萝卜糕 说什么 我对你怎么好 你对我怎么好 你给我解释清楚 到底这么回事 你跟舒涵说 我 是啊 萝卜糕是对我挺好的 所以我也对她好 所以我才去给她送包子呀 舒涵 你听见了吗 我们唐家 能容得下这样没有廉恥的女人吗 我 舒涵 我跟 我跟萝卜糕真的没什么 你啊 你们要是不信 您跟我去对质去吧 哎呀 对质有什么用 她能当着我跟舒涵的面 把她跟你的关系说清楚吗 这 我跟她没有 舒涵 你的媳妇走到今天这种伤风败俗的地步 她配送你媳妇吗 配送我们唐家的媳妇吗 跟她离婚 娘 你说什么呀 舒涵 你要相信我 我 我 我跟那个萝卜糕 我们俩真的是清白的 我只想谢谢她 真的没什么 舒涵 你相信我 娘 事情还没有弄清楚 我觉得您没有必要这么冲动 冲动 我怎么就变成冲动了 舒涵 娘在为你打抱不平 为我们老唐家 维护唐家的清誉 你怎么会觉得我冲动呢 我是看明白了 你是有了媳妇 就不要娘了 看来这个唐家 是没有我的位置了 也没有什么值得我带下去的 我走 娘 就算我求求你们好不好 事情还没有弄清楚 您总得让我查清楚吧 清楚 我亲耳听到的 亲眼看到的 还有什么不清楚的 你要愿意戴这个绿帽子 我们老唐家可不愿意戴 娘 你要是想让我走 你要是想让我走 我走就是了 你找谁啊 请问这里是唐府吗 是啊 有事吗 我是吉市洋行的卫会计 我是来找唐淑涵的 你找我男人有什么事啊 我们公司请他回去上班 回去上班 我男人现在在家里呢 你进去找他吧 快请进 好 我不送你进去了 好好好 谢谢啊 谢谢 谢谢啊 舒涵 又有工作了 太好了 你要说我是宋助兴 难道是真的 请喝水 谢谢 魏会计今天怎么这么有空啊 居然到我们唐家来 即使洋行不忙吗 对了 把我们家宋助兴 把我们家宋助兴 给辞退了 央行的生意一定是一日千里 蒸蒸日上吧 夫人 不怪您生气 公司已经调查了 这完全是成误会 所以啊 总经理亲自派我登门致歉 并背上点薄礼 以表我们的诚意 总经理还特意关照我 愿意多付两倍的薪水 请汤兄回去上班 我们是有诚意的 是这样啊 那 请你回去转告你们总经理 以后啊 得睁大眼睛 看清楚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人才 是是是 我们要不是念着总经理 跟淑涵的大哥 那份交情的面上 哪怕你们再有诚意 我都不愿意淑涵回去上这个班的 是 夫人教训得对 那 我就先告辞了 是 纯秀 是 带我送送魏会计 好的 魏会计 您请 哎呀 这个唐淑涵也太窝囊了 就让她娘把你赶出来了 她还是个男人吗 那也不能怪淑涵啊 还不是因为我自己去澡堂干活了 被我婆婆知道了 那我婆婆肯定不高兴呀 这澡堂的活再不好 那也是为了她们堂家呀 以后不去不就行了吗 还要把你赶出家门 至于吗 哎呀 没事 等我婆婆过两天气消了 我就回去了 哎 你说 会不会是她们娘俩 串通好了唱双簧啊 不行 我找她们家上 哎 顺子啊你干嘛 这本来就是小事 你非要闹成大事 真没事 可我不能看着她们家人欺负你啊 没欺负我呀 我 我相信淑涵 我相信啊 过两天 她就能把我 风风光光地接回家 那件事情造成了公司的损失 为什么总经理还会请我回来呢 做生意就有代账支出 那笔账已经归到公司的呆账里去了 年轻人嘛 哪能不犯错误呢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希望你能好好把握 谢谢总经理 我好好干 我还以为你被你二媳妇弃走之后 不会再见面了 我不仅仅是被她弃走的 我是被你弃走的 我跟杨素云真的没什么 你说没什么就没什么 那你背着我 我哪知道你干什么 问题是 你不相信我的为人 也得相信我的品位啊 我喜欢什么样的 我喜欢你这样的 美丽 高雅 大方 雍容华贵 杨素云根本入不了我的眼 行了行了行了 别紧挑好听的书 先不说这个 上次你儿媳妇 没看见咱俩什么吧 我做什么了 我还怕她 看来你今天的心情真的很差 这个儿媳妇在外面 尽做这些见不得人的事情 我心情能好吗 你儿媳妇就是出去赚钱养家 杨素云真的没什么 你说什么 高丽博 你还说你跟她没什么 你处处替她说话 为她护短 满青 我都给你解释了 你如果再这样的话 就有点侮辱人了 我侮辱你 高丽博 你别以为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为人 行行行 我什么样的为人你清楚 我不是什么好人 我不像你 是不是 你一边和我那暗度陈仓 你一边又立了个大牌坊 当一个好母亲 上次被你大儿子撞见之后 你看你害怕成那样 这次被你儿媳妇给撞见了 现在是不是心里也害怕了 说什么呢你 我维护自己的名誉 有什么不对 对 你做的都对 都是我不对 既然这样的话 咱们俩也出不下去了 请 你说什么 你居然赶我走 你 高丽博 你有本事 就不要再来找我 要不是为了你的精工作案 谁赐你 好久没有看到小剑了 没有 离开 已经送拿大牌址 所以寻找你 多够不足 要花工 来 我们出去玩喽 来 乖 你还没告诉我呢 今天怎么会突然想到过来看我们 是这样的 我娘把苏芸赶出去了 发生了什么事 我娘一直看苏芸不顺眼 所以借地发挥 苏芸也是挺可怜的 不过我不明白 这和你过来看我们有什么关系 苏芸确实可怜 苏芸佳音 我想跟你商量 看你能不能帮个忙 我有什么可以帮你们的呀 能不能 让宝弟跟着苏芸回家 这样的话 我娘就不会这样对待苏芸了 唐淑海你在跟我开玩笑呢吧 养不活孩子的时候 你把他给我了 我带他去看病 我还当自己孩子把他给养大了 现在为了修复你们家的婆媳关系 张嘴就把我的儿子要走 你开玩笑吧 我知道 我知道你接受不了 你知道吗 苏芸已经看到你们两次了 这件事根本就瞒不了 而且 我 我真的想孩子 这是你的事 书涵 把宝弟给我的那一天 你就应该想清楚这件事情 你要承担后果的 现在跟我说有什么用 我不管 孩子是我的 佳芸 你走吧 滚 咱们能不能想一个 这种办法 咱们再商量商量好不好 滚 走 咱们再商量一下 走啊 滚 佳芸 你别再废话了 佳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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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开门 佳芸 等我一下啊 陆伯高先生 陆伯高 这车是你的啊 怎么了 杨苏芸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 我呀 我等你好几天了 我还去生平原找你 结果都没找着 现在终于碰到你了 我最近有点事 我知道了 你是不是看我 来股票赚钱了 想找我来吃红 你股票赚钱了 当然 不只赚钱了 而且赚多了 你太厉害了 难怪我那么大的车 你就这事 我是来给你道歉的 那天 不是在你家里吗 我知道我婆婆 确实是来谈生意的 是我太粗鲁 对不起 没事 过去的都过去了 你吃饭了没有 没有 走吧 那边吃边聊 又这么喜欢 打女人肩膀啊 不是 见到漂亮女人 我就有这习惯 我是漂亮女人 坐车 请 你好 请慢用 谢谢 妈 什么呀 好苦 苦到心里去了 这么多人到心里来喝这种东西 什么呀 这么多人花钱来喝的这个叫咖啡 你觉得苦 但是她喝起来之后会感觉到先苦后甜 知道吗 你说至于吧 就你给我做了几个包子 你那个婆婆就把你赶了出来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都不知道什么地方得罪她了 我拼命跟她解释 她不想听我的话 而且她还怀疑我跟你 算了 不说了 我都不好意思了 所以说 以后咱们干脆就不要见面了 别 你看 我这好不容易凑的钱 你看 那 所以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投资一定能赚钱 不是的 投资是有风险的 不是稳赚不赔的 像你这样赔不起的 这些钱呢 你还是留着回家问过日子吧 你是嫌我钱少 我知道 可我没办法 我只能凑那么多 你就帮我投一下吧 我不是嫌你的钱少 我 行行行行 这样啊 苏宇 来 投资了啊 来 投资 谢谢你啊 好啊 谢谢啊 就这么快 赚钱了 这是你的本金 这是赚的钱 这个钱我肯定不会收 我这个人不收白来的钱 你就帮我投我自己的这部分钱 就好了 我求求你行吗 这钱不白得 我是有条件的 什么 那个女明星我很喜欢啊 你能不能别再去找堂子干活了 为什么呀 因为你是女人 我没事啊 我没有事啊 你们有什么事啊 我最主要就是担心你这婆婆的纠缠不清啊 哎呀 罗伯高先生 你真是太厉害了 我今天找你啊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能不能跟我的婆婆解释一下 说我们不是那种不清不楚的关系 我们俩很清白 你解释一下行不行 哎 这样 苏云 你看 投资赚钱了 这钱呢 算是一种补偿 但是 不不不不 你听我说完 关于你婆婆的事情呢 我跟她解释不清楚 你看你都赚钱了 所以说这两杯咖啡呢 虽然你不习惯 你请啊 什么呀 什么呀 别跑啊 我怪还没说完呢 苏云 那你的意思是说 那个叫什么萝卜 什么糕的先生 他不帮你投资了 哎呀 可不是 他说那个什么风太大 要赔钱 哦 对了 你们的这个本金也不用了 还给你们啊 别急啊 这个啊 给你 我的 这个 你的 嘴呢 这你这投资不是没办成 怎么还有利息啊 这个 罗伯高先生给我的小费 我嘛 当然是有富同小 跟你们分享一下 这怎么好意思呢 这是无奇不遥 小意思 小意思 连捏脚都能遇到财神爷 哎 还真别说 那个萝卜糕啊 长得跟戏台上的西门庆一样 油土粉面的 但人确实是个好人 哎 你说 他跟你也不就那个捏捏脚的交情吗 啊 他为什么对你这么好啊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还有文章 你怎么跟我婆婆一样编排我啊 我跟她是清白的 啊 啊 你婆婆也知道 你跟那个萝卜糕有交情啊 什么交情不交情 哎呀 你别胡说 这话要传到我婆婆耳朵里 我就只能住你这儿了 你养我吗 啊 哦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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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我不说了 就知道你不会养了 佳英小姐 我从香港回来买了一件小礼物送给你 请小娜 无缘无故的我不能收你的东西 你至少应该先打开看一下 因为男人是有自尊的 很漂亮 但是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这只是一个朋友送你的一件礼物 希望 希望你不要拒绝 交朋友不一定要送礼物啊 这么说 你已经帮我当朋友了 现在人交朋友很正常 高先生 你别想多了 我知道佳英小姐的心中 一直有灵先夫 但是我想告诉你 我只想在你心烦的时候 陪在你身边 听你说说话 尽此而已 谢谢 宝定儿 你怎么了 该睡觉了呀 怎么这么烫 我马上带你去医院 来 宝弟 乖 来 奶奶抱 来 我们去医院啊 妈跟你说了 妈过两天就回去了 妈在这儿挺好的 春花椅啊 每天都陪着妈 没事啊 可是 这再好 也不是咱们的家 看你这话说的 你就是在这儿长大的呀 你还说这家不好 真是的 让我看看 你脸 最近有没有餐药啊 是不是忘了 我看看手 你这手怎么弄成这样啊 正好妈记得有时间 咱们去医院看看吧 嗯 我们回家家了 回家 秋香奶奶 秋香奶奶 你带着谁的孩子啊 好可爱啊 朋友的 对不起 我有事 我有事 秋香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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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这么着急盲光的呀 结果检查 你看这孩子脸上手上 都出现了蝴蝶斑 再加上他膝关节还疼痛 医生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之前我就跟你说过了 这孩子患的是红斑性狼疮 中医呢管他叫蝴症 是不容易断根的 必须要长期服药 医生叔叔 可是我每天都乖乖地吃药了呀 为什么病反而严重了呢 是啊 他每天都服药 而且我还每天给他炖汤 给他补身体 结果 这怎么越来越严重了呢 这孩子这几天 有没有不开心的时候啊 这有关系吗 有关系啊 这种病啊 心情很要紧啊 如果心情不好 就会降低药效 我懂啊 我先给你开点药膏回去抹一抹啊 如果不见好的话 你赶紧把他送到医院来 好的好的 谢谢你啊医生 谢谢 妈妈 没事啊 医生给你开着药呢 乖 咱们这些太太们 整天不是打牌吃饭 就是出去逛街 好像真的挺有意思的 听你这么说 难道有什么新点子吗 可以赚钱呢 要说到赚钱啊 我有一个朋友 恐怕在座各位 都要甘拜下风啊 谁啊 小燕师啊 那当然了 那就跟我附庸风雅的 开画展去吧 画展 林大师 这位是有余轩的女公子谢佳音 谢小姐也好 简业 这位林大师 我要给你介绍一下 在法国画界是享有胜誉的 幸会 林大师 想有胜誉不敢当 在法国习过几幅画都是真的 正好 我有一位相识的画家朋友 他对西洋画一直非常的专注 不知道能不能请林大师 帮他指点一下 这个没有问题 不过小高的话就不能听了 我不是魔术师 可没办法点识成金呢 您太谦虚了 这样 林大师 你跟嘉宜先聊聊 我那边有个熟人 我去打个招呼 好好 你先吧 好 来 白太太 小刚 怎么保养的 还是这么漂亮 怎么那么会说话 对了 给你介绍几位朋友 这位是林董事长夫人 你好 这位是牛团长夫人 牛太太 这位是唐夫人 唐太太 唐太太 我和唐太太以前就认识 我给她做个采访 满清 怎么没听你提醒过小高呢 高先生 好久不见 对了 几位太太光临这个艺术展呢 记住 多买几幅画 跟你说 内部消息 升职她 哇 小高 太好了 你让我们买什么 我们就买什么 只要能赚钱就行 是啊 瞧你俩财迷子 唐夫人 你怎么不找小高帮你投资 对呀 满清 是这样的 我和唐夫人虽然认识 但是不是特别熟 可能唐夫人对我不是特别的信任吧 好了 你们多逛一逛 多买几幅画 好的 来 有时间 请周围太太来咱们园里喝茶 我请客 就这么定了 说话要算数 你们能来 是我最大的荣幸 得你啊 真是 这个小高啊 瞧什么这个男的劲儿 难怪呢 小高帮你挣这么多钱 你能不开心吗 接下来 既然都来了 咱们看看画展吧 看什么画展呢 认识小高就行了 对吧 咱们赶紧赚钱吧 你们俩真素气 快走 快走啊 走走走 满青啊 还舍不得走啊 没有 我想再看看画 我儿子喜欢画画吗 看看有没有他的作品 我跟你说 年轻人在上海画画想要出名的话 你可以去找找小高 说不定有帮助的 我找谁也不找他 你怎么这么说呢 你跟小高不是认识的吗 我跟你说啊 就算是跟他有仇 你也不能跟钱过不去啊 对不对 我走吧 干净啊 我回来了 你怎么才回来 你看画展怎么看了这么久 真是急死我了 怎么了 宝地呢 我刚刚把宝地哄睡着 家里出大事了 出什么事了 你刚走不久 宝地就发高烧 我带他去医院看病 你说巧不巧 我就在医院里碰到了素云和婷婷 真是把我吓死了 碰到就碰到了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还没什么 我看你还真沉得住气 大家本来就同在一个城市里面 碰到也是早晚的事 你说得容易 我到现在这颗心还七上八下的 家音啊 你赶紧拿个主意吧 早晚素云会找上门来的 干娘 我心里踏实得很 宝地是舒寒亲手交给我的 现在我是孩子的妈 我这个妈当得应当应份的 恐怕没那么容易 舒寒好应付 可素云却没那么好摆布 宝地是他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 他就是拼了命 也会找上门来要的 喂 是吉士洋行吗 您好 我找唐舒寒 舒寒 舒寒 素云接下来肯定会有所行动的 我该怎么做 你说啊 你不敢说 你觉得有点什么 这儿是个小孩 你不肯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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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肯定会 你不肯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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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你不肯定会 你是个单身女人 还有 我知道素颖的心里苦更深 我求你能体谅她 我体谅她 那请问谁来体谅我 她苦难道我不苦吗 是 宝帝是她十月怀胎生下来的 可是是我一个人辛辛苦苦把她养大的 当初你养不了她就把她给了我 现在你反悔了就要把她给要回去 我没有感情吗 我跟宝帝没有感情我心不会痛吗 我真蠢 我早该猜到你的答案 我根本就不该来找你 在哪儿啊 怎么走啊 就在那儿前面那个公园 一直走啊 对 我知道了 谢谢您啊 还不客气 我自己去就好了 谢谢您 耽误您时间了啊 谢谢 再见啊 没什么可商量的 宝帝是我的儿子 谢佳音 你不是说你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吗 我不是故意骗你的 我怕你心里难受 舒寒 你以为宋云是傻子吗 你想瞒她到什么时候 瞒我什么 什么是瞒着我 好 苏云我告诉你吧 我跟舒寒是朋友关系 我再告诉你一件事 当年你那个多病的儿子 从来都没有走丢过 是舒寒担心你们养不活的孩子 所以就偷偷地把她给了我 她在胡说 她在说疯话对不对 你说呀 是真的 你的意思是说 你瞒着我 偷偷把我们的孩子送给了她 这 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来告诉你为什么 苏云 你不要怪舒寒 她当年是没有办法 你的儿子当年得了非常严重的心脏病 在国内是很难医治的 舒寒是为了保住他的性命 才来找我帮忙的 心脏病 小剑当年 得的是心脏病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她得的是心脏病 我産了青娘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为什么 想想吧 我当时别无选择 我 那我今天 在医院里 他们就像一杯的那个孩子 还有那天她好的那个孩子 是我们的孩子 是我们的小姐对不对 好 好 你罚过誓 你说你永远都不会骗我 到最后 你还是骗了我 对不起 对不起 你让我怎么原谅你 谢嘉一 现在你可以把我的儿子还给我了吧 很抱歉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的孩子他姓陈 他在法律上跟你们唐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陈宝帝是我谢嘉英的儿子 你咋会说什么呀 什么陈宝帝 我的儿子叫小剑 小剑是我的亲生儿子 不会有什么方法 我一定把他抢回来 你跟我说这些是没有用的 你去法庭上跟法官说吧 你吓我了 我都不信青天大老爷 能把我的亲生儿子打给你 住院 冷静 住院 走开 你不信什么 你可以试试 大婷婧 大婷婧 谢嘉一 谢嘉一 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 谢嘉一 你给我出来 住院 别碰 谢嘉一你给我出来 把我的小剑花给我出来 嘉一 不能开 开门 开门 你别去 嘉一快开门 嘉一麻烦你开开门吧 你让素云看看孩子吧 我告诉你们这是我家 再喊的话 我叫寻补了 你还叫寻补 你以为我怕他们呢 我爸我的寻补来 让他们给我平衛礼 别激动我素云 你打破我干什么呀 谢嘉一你开门 你不开门我做 嘉一你就开开门吧 嘉一我求求你了 我开门我就中门了 谢嘉一 你不开门我就中门开 你终于来了 舅舅姨 孙玉 嘉一 谢嘉一 你想躲我躲到什么时候 你把我的孩子还给我 你弄够了没有啊 既然你今天来了 我可以告诉你 你可以看孩子一眼 但是只能看一眼 我是绝对不会把保弟给你的 凭什么我不能带我自己的孩子走 我是孩子的亲妈 你不知道吗 那你知不知道 这个孩子是我就活的 是我一手带大 是我谢嘉一 不是你 我给过你机会了 你不要是吧 对不起了 什么叫对不起啊 你别走 素云 素云 谢嘉一你出来 你不要这样大声地叫 素云会到话题吵醒的 别拦住我 宋宇 小姐 小姐 给孩子想想 行不行啊 宋宇 穷宇 孩子睡了 别闹了 我没想到 我真的没想到 就想你 你拼良心说 你给我拼拼礼 你明明知道小姐在这儿 你还跟他们一起瞒着我 亏我平时对你还得被敬重 宋玲 我知道你愿 也愿舒寒 可是舒寒那个时候 是为了救这个孩子的命 再说家里 为了这孩子也操了不少心 孩子还在那里 她不吃不喝不睡地守着孩子 就是孩子的亲娘 也不过如此啊 可是小剑 是我的心脱肉